原著中的西游记真相 你敢看吗 第五回 取经路上的奇葩挑战 西游记第八回 我佛造经传 极乐观音奉旨上长安 讲的是这么回事 某天 如来佛祖呼唤全宇宙的VIP 宣布了他的超级心愿 我这儿有一套绝世好书 如何变成更好的人 计划送往东方去 可东方的小伙伴们 嗯 怎么说呢 有点儿 特别 他们对我的大作不屑一顾 认为我的书 就跟小黄叔一样不靠谱 需要一个力大无穷的快递小哥 去东方找一个新的郭的人 让他历尽千辛万苦 来我这儿领书 然后永久转发到东土 有谁愿意去碰碰运气吗 婚姻菩萨立刻跳出来说 老板 我去 我去 东土的快递任务 就包在我身上了 如来听了 心里乐开了话 看来就你合适 婚姻大侠 神通广大 非你莫属取经这件事 说白了就是佛祖想在东方开拓市场 然而这市场调研报告显然不乐观 从佛祖的角度看 难度主要不在于路途遥远 身高水长 而是东土的群众实在太过理性 对他的东西不买账 这正是所谓的推广难 那么 我们东土真的如佛祖所言 不识货吗 让我们来看看西游记是如何描述的 一 猪八戒 当时的角色是底层民众的代表 为了生计而专业之人 但他其实有自己的原则 说明他是在为了生存而被迫选择这条路 表明他其实内心是向往光明的 二 观音菩萨试图在长安卖袈裟和西藏 遇到的是一群有点钱 却不信佛的商人 他们只相信实实在在的东西 对于长生不老和成佛作祖的承诺不感兴趣 这反映了他们对物质的追求远大于精神的追求 三 而那些贵族和官员们 对佛法的态度更是直言不讳的拒绝 甚至直接提出了佛教有害论 可以看出他们对于外来文化的抵触 以及对自己权利的维护 由此看来 我们东土的人民不是不识货 而是太实在 对于那些虚无缥缈的东西根本不感冒 几乎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生存 对于佛祖的真经 他们或许会说 谢谢 下次吧 所以 当佛祖想要在这样一个充满现实主义的地方 推广他的产品时 难度确实非常大 推广任务就像是要在没有网络的地方开直播 挑战性十足 要在一个完全没有市场的地方 推广自己的产品 确实够像 这不仅仅是一个取经难的问题 简直可以升级为取经其预计了 感谢大家观看 希望今天的分享能给你带来启发 如果喜欢 请点赞 分享 并订阅我们的频道 一起探索更多人生智慧 下期视频见